我就跟我老公說 有沒有怎麼辦 三個就夠了 就是他現在一直在想說 是不是可以趕快找個尿尿科啊 就是技術還不錯的啊 他已經要 他已經決定要去 衝起來了是不是 去鮮渣了 而且我們那陣子真的很少耶 幾乎就是忙到沒有時間 然後就是偶爾就是 興致來一下 結果就是那一次而已 美玲剛剛也說就是 真的是就是剛好你每一次 所以你們的體育大概就是 一個月啊 差不多 差不多 一個月才一次啊 然後就你剛好 對 會不會希望女生啊 因為畢竟前面都是女生 老公當然是希望啊 但之前其實生完兩個胎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沒忘了啦 我就是你的女兒這樣子 然後 現在就是很意外的 迎來第三胎 其實我們都希望健康就好 完全是一個意外嗎 超意外的 超意外的 我想說到 好像到第二第三個月的時候 我想說 都還沒來 我以為是我壓力很大 因為那時候還在接工作 然後 可能 在調的過程當中 也會有一點點抵累這樣子 然後結果後來就去驗 我就跟我老公說 有了怎麼辦 還是有避開那個 就是安全期 但是就 所以就是沒有避孕的意思 啊 滿開心的 對 就是沒有 就這個年紀其實也高齡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就想說 也許真的是上天 三個就夠了 就是現在 就是他現在一直在想說 是不是可以趕快找個 尼尿科啊 就是技術還不錯的啊 他已經要 他已經決定要去 衝起來了 去結紮了 他看的時間是 就是要避開我們忙碌的時間 我也有沒有 對所以可能明年生的時候 他就打算去做結紮的事情 其實現在幾個月了 現在目前十... 十八週 之前是比較沒有截止 也沒有 比較沒有截止 我真的有盡量就是避開 就是那個 危險期 就是那個危險期 危險的時候 而且我們那陣子真的很少耶 幾乎真的忙到沒有時間 然後就是偶爾就是 欸 信次來一下 結果就是那一次而已 你唸出來兩條線的當下 我現在也是六條線啊 哈哈哈哈 我說不會吧 怎麼會 因為當我那陣子 就一直都在工作 都在忙 我都沒有停 然後就想說 應該就只是延遲 那美玲剛剛有說就是 真的是就是剛好那麼一次 所以你的體育大概就是 一個月啊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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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才一次啊 然後就很剛好 對